玩具AV又來這次玩這個盲佬影評 真是玩影棚了 這次盲了大節還去看電影 已經夠了... 他那個什麼... 算了 即是來超普的了 還要玩影評 剛剛看完這套《盧根》出來 因為之前那些《X-Man》等等 那麼多套全部都沒有看 漫畫完全沒有去 純粹當一套獨立電影 什麼都不管 非常之開心 為什麼呢? 真的在近年 更多那些所謂... 不怕得罪說一句 那些... 英雄式的特攝片裏面 是一道清泉 沒有緊身衣 沒有很漂亮的戰鬥服 沒有華麗的英雄式打鬥 有的就是血肉現實 它是一個未來的... 其中一個未來的可能性 人類的世界... 瘋棄和想變種人 然後就說... 他們被趕到絕路 再加上因為X-教授 他是一個地上最強的腦袋 變成一件最危險的存在 被人大條道理 將他們抹殺 他們就算想歸於平靜去生活 也都非常之難 然後在一個... 世界的角度 又很想利用這些變種人的力量 當作武器 想他們控制於鼓掌 所以製造一幫小孩 非常諷刺 其實在完結那裏 都看到他們說明 他們本身那些變種人 就已經完全消失了 就死了 然後一幫小孩 背負了他們的遺傳基因 一幫新... 明顯就是一個可能性 未來新一代的X-Men 新的故事 新的挑戰開始 最後把墳墓的十字架 打斜在這一招 真是神來之筆 好東西 編劇真的很厲害 然後... 整套戲看得最開心 就是... 編劇可以放下一切的包袱 沒有受到... 一般所謂... 英雄特殖片的 那種... 框架的規限 去寫一個新的故事 啊... 所以為什麼形容它 是一個清傳 因為... 不知為什麼呢 這類戲呢... 過往的人 總是有一個框架去看 是... 又要灑碎啊... 要... 要... 有得很漂亮的箭甲啊... 然後去華麗打鬥啊... 很英雄式... 其實... 他... 阿努根多次拿著他們的X-Men的辦碗 在那裡說... 這些事我經歷過... 但是只是被人美化作出來... 完全好現實 將一班... 背負了罪業... 責任... 的人... 當然... 他們... 這種罪業和責任... 機率力量而來... 描寫得很好... 那麼... 當然... 最抵賞都... 雖然是預期之內... 但是... 他... 最拉尾都比阿努根... 很幸福地死... 我想... 這件... 如果明白所謂... 騎士魂... 英雄魂的人... 就知道有說什麼的了... 當然... 如果那些只是... 碰伐伐伐... 喜歡撒碎的人... 那就沒有看過他傷了啦... 繼續去付錢啦... 付錢夠的啦... 那... 希望將來... 繼續能夠... 用這樣的新方向... 拍一些... 有深度的... 特色英雄片啦... 那... 好啦... 夜深來錄這集... 亦都不想我太長... 通常我一槍都不會長啦... 那... 就是... 滿親大家的啦... 當然... 看得我這裏的人都... 知者自知啦... 那... 其他那些... 只會付錢的... 就... 繼續去付錢啦... 不要看我這裏啦... 那就... 唉... 算啦... 其實... 能夠理解到... 這套戲的人... 都不需要看這些影評... 哼... 看得... 會看得的... 我想多數都不會明白我講話... 那集啦... 呃... 因為我的音啦... 不是我的音啦... 不是我的音啦... 是這個編劇的音啦... 人家寫得那麼辛苦... 真是寫到一個好劇本... 不再是那些... 不是那些... 一見紅波波... 通街走... 就以為有稅... 也不是之前那些... 靠山man... 一些近身... 就是... 傻下傻下的人... 有近身衣... 要... 很大跑... 不是那些... 2017年的啦... 不要仲庭在60年代的思維啦... 好啦... 今天就這樣啦... 就這樣啦...